最近啊我追了一部特别火的剧叫三十而已 我就说我老公也去看 然后看完以后呢我就跟他说 哎我说老公我特别喜欢顾佳这个角色 人如其名特别顾佳 也跟我一样智慧得力有头脑 不要笑 你觉得不是是吗 然后我就问他 哎我说老公那你喜欢谁呢 他说想一想 他说我喜欢林悠悠 他喜欢林悠悠 我就问他 哎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林悠悠呢 他说你不觉得林悠悠那个名字有叠词 特别可爱吗 那我说那好那些 我想吃涮茶 你把你公司给我算算 把微信给我看看 你再喜欢林悠悠 你试试 这个有些男生啊 嘴上说着自己讨厌绿茶 反对绿茶消灭绿茶 我跟你讲 只要绿茶来勾搭他 毫不犹豫的山沟 这种男人呢 通通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想的是 哎那不妨试一试吧 万一看走远了 哈哈哈哈哈 这别人的20岁哈 酒吧夜店KTV 约会撩妹加梦滴 你的20岁啊 嗯 男的爱挺天权 珍珠奈茶房边边 活过迷分打烦击 拿走拿走别客气 别人的20岁打游戏打到网链奔线 你的20岁打游戏打到命悬一线 别人20岁赖床是因为有钱 咱想睡多晚睡多晚 你的20岁赖床是因为没有钱 能省一顿 咱试一顿 咱们中国人的幸福指数 为什么那么高 我觉得除了勤劳和会吃之外 主要是咱们中国人 特别懂得宽容 我呢总结了 中国式的宽容 32个字的方针 大家听一下 剩了这么一回事 为了你好孩子还小 岁数大了来都来 大过年的都不容忍 人都死了活着就好 关注我关注我 喂 总共嘛